小姑被劫,点名要江宇舟亲自赎人 她却陪在受伤的白月光身边迟迟不肯现身 我假装惶恐,眼睁睁看着小姑在江宇舟的末世里 清白尽失,容貌全毁 只因前世,我以死相逼叫走江宇舟 保住了小姑清白,却没落下一句好 江宇舟更是恨我扰乱了白月光之腿 使她落下残疾,愤然跳了河 她怒火中烧,将我割舌断腿后 以五体投地的桂姿活埋在了白月光坟前 妹妹说了,没人求着你救她 是你看不得我对阿锦好,才瞎做逼死了她 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我恨到吐血,再睁眼,静回来了 这一事,他们既要作死,我便让他们不得好死 既点名要阿周待钱熟人,孟月华 还不快让人叫她回来救她妹妹 孟瑶若是有个闪失,我就不活了 江母的哭喊声砸在脸上 我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还重生在了江孟瑶被汉匪劫走那日 前是今日,我意识在江孟瑶被劫走的消息 与江母的哭喊声中,乱了方寸 连派三人去请陪在夜景身边的江宇州 却惹来江宇州的厌恶唾骂 孟月华捏酸吃醋满口谎言 不过是看不得我陪在阿锦身边 才找些下三滥的借口 明知阿锦致病需要我做陪 她却故意派人三催四寝 如此蛇蟹心肠,半点同情心都没有 简直妄称为人 派去的人被她骂得狗血淋头 被尽数赶了出来 婆母心急如焚 明知我被江宇州当众斥责毁了名声 还以死相逼,逼我亲自去了夜家 下人将我拦在门外 根本见不到江宇州的人 情急之下 我便声称要自杀于夜家大门外 让江宇州与夜景带着逼死原配的恶名 一臭万年 才逼得江宇州跟我救了人 江孟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夜景却因中断治疗 落下双腿残疾 江母将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 在夜家人问责时 骂我不该捂到夜景跟前 扰乱她的治疗 她罚我常跪祠堂为夜景祈福 并抄书百本为自己赎罪 被我就回来的江孟瑶 也斥责我小题大做 害了她阿景姐姐的一生 夜景更是因为不良渔行备受打击 留下一句孟月华 你可满意了 跳进了冰冷的河里 待众人赶到 只留下河边的轮椅 与一封控诉我的遗书 虽未找到尸身 但所有人都认定 双腿没有知觉的夜景 已经葬身在了滔滔河水中 江宇州将所有的恨意都落在我身上 冲进祠堂将我撂铐加身 拖去地牢里割舌断腿 发现满腔的愤恨 饶恕我苦苦哀求 全力解释 她也一字不听 一句不信 江宇州杀红了眼 江家人也冷眼旁观 火上浇油 她一伤护女本就配不上我 知蓝玉树的儿子 如今还害了夜景的性命 让阿周你暴汗终身 属世该死 阿兄当紧慎些 莫要落下罪证才是 区区孤女 倒是死不足惜 江宇州越发坚定了杀我的决心 她眸色冰冷 带着植入魂魄的森然望着我 你看看 所有人都觉得你该死 如此 你便去为阿锦赔罪吧 在江家人的齐心协力下 我在夜景头七那日 被以极其屈辱的贵姿 活埋于夜景衣冠种对面 江宇州甚至在我身上 落下阵魂锁 她说 人人都渴求梦瑶 你为何非要逼我前去 阿锦死在你的下座里 你便下去当牛做马 给他赔罪 我要你永生永世 不得超生 可我死后不过一个月 夜景不仅回来了 还声称得了机缘 靠世外高人治好了双腿 她含泪嫁给了江宇州 一家人花着我的嫁妆 幸福圆满地过完了余生 无人记得 城外孤坟里还有个枉死的我 没想到 我竟然还有回来的一天 啪 还不快去 反了天吗 以止气使的江母 将茶碗砸在我脚边 见识了我的衣裙 才将我的思绪彻底拉回 只是这一次 做死的是她儿子 要死的是她的宝贝女儿 与我何干 事宜 我故作交集 安排了管家去请江宇州 却刻意交代 只说府中有要事 断不可让人知晓 小姐被汉匪掳走之事 毕竟 让江宇州误会我一年酸吃醋 去请她回府 她必定不会回来的 而她不回来 江梦瑶便只剩一条绝路可走 爱女如命的江母就要发作 我赶忙在她发怒之前补充道 女子清语何其重要 我们不仅要救梦瑶 还要保住她的名声与前程 没错 人要救 可名声一定不能毁 江梦瑶的未婚夫 江母的娘家侄被我叫来了 既然只扫了我一眼 便拉上了江母的衣袖 姑母 我们连安妓家 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 若是出了名声不佳的主母 整个家族都会蒙羞的 江母被噎了一下 却无法反驳 女子名声胜过性命 她便是万分急切 也不能将江梦瑶的名声 与前途都毁了 尤其江梦瑶的未婚夫就在这里 毁了名声的表妹便是再好 为了家族名声 她既然也不会再要 江母只能咬牙 冲管家点点头 就在管家即将出门时 她又将人喊住 江不离手的琉璃佛串 交到管家手上 就说我老婆子病倒了 阿周看到这个 定会速速赶回来的 不得不说 江母想得可珍周到 竟只拿自己的身子与孝道 逼迫江宇周 在她心里 自己于江宇周而言 总归是最重要的吧 可这次 她直面的是江宇周的白月光夜景 而不是毫无倚仗的我 最敬重的母亲 和心肩肩上的爱人 谁能更胜一筹 我倒是十分好奇 半炷香的时间 十万火急而去的管家回来了 却带着一额头的血 不出我所料 管家与前世一般 只身一人回腹 健身后没有江宇周 江母忽地站起了身 我假意要扶她 却被她厌恶的一把扶开 滚开 晦气 继而冲管家高声问道 阿周呢 我藏着冷笑 看管家颤颤巍巍告罪 侯爷 侯爷不肯回来 江母一惊 不可置信地问道 可是你没将我病倒的消息 传道 阿周如何会不管我的身子 管家万分急切 却若若回道 老奴不仅将老夫人原话带道 还在劝不动侯爷的时候 说老夫人已然昏迷不醒 只请他速速回府定夺 可侯爷说 他在府中的时候 便什么事都没有 他不过半日没在府中 老夫人便病了 是不是要将他拴在侯府的裤腰带上 大家才肯罢休 侯爷还说 病了便请太医 太医不会医术 二不会监药 找他回来做什么 当作定海神针用不成 放肆 姜母被气得一脸苍白 我却暗自给姜宇周鼓了个掌 如此做派 终究没有失了他平日的风范 为了他心爱的叶锦 他平时对我便是如此极严利色 恨不能挖我二两心头肉才好 如今 倒是尽数落在了他母亲身上 可更气人的还在后头 在姜母的震怒里 浑身站立的管家 忙跪下解释 老夫人息怒 不是侯爷不笑 实在是叶家小姐太残忍了些 侯爷看到老夫人的佛串 本是要与老奴借一步说话的 却被叶家小姐叫住 他含着泪一脸苍白 说自己不该成为侯爷的妇类 更不该成为夫人的眼中钉 他说不过几时银针扎入后背而已 他自己受得住 让侯爷回府向夫人道歉 哄哄夫人消气才是 饶是老奴再三喊道 侯府有要事 是老夫人派老奴去请侯爷的 他依然拽着侯爷衣袖 认定是夫人捏酸吃醋 老夫人陪夫人做戏 才演了这一场 侯爷当即震怒 将老夫人的佛串 砸在老奴脸上 佛珠滚了一地 老奴心疼老夫人的物件 被如此糟蹋 正要一颗一颗撵起来 却被侯爷撵了出来 侯爷说 侯爷说 说 姜母将茶桌拍得震天响 老管家再不敢吞吞吐吐 侯爷说老夫人老糊涂了 为虎作娼助纣为虐 还念哪门字的经 别脏了菩萨的眼 我又要为姜宇舟大声喝彩了 这字字句句的珠心之言 她的本意是砸我一个灰头土脸 却不想 请她回府的人 当真是她最敬爱的母亲 而佛珠也当真是她母亲 日盘在手上 当作眼珠子一般的宝贝 姜母果然又急又气 一口气上不来 面色一白 捂着胸口昏死了过去 她平日最爱挂在嘴边的便是 你若有阿景一半体贴懂事 阿周也不会不肯归家 可阿景的体贴懂事 落在她身上 她怎么就晕倒了呢 众人忙做一团 只有我 面上焦急 心里却痛快极了 前世 每每我在夜景手上吃了亏 江家人便训斥 我拴不住江宇舟的心 才活该成为夜景的手下败将 原来 与夜景相比 姜母也不过如此 一招之下 就成了夜景的手下败将 这手下败将的滋味 原是这般不好受的 竟让强势的姜母 瞬间倒地不起了 如此看来 不堪一击的姜母 倒不如我皮糙肉厚 大抵撑不过夜景的三个回合呀 可谓绝后患 我还是在亲手 为给姜母的汤药里 加了加速气血翻涌的药 她总说自己早晚要被我气死 我倒是看看她 若是被自己的儿子气死了 又当何如 阿周回来了吗 孟瑶被救出来没有 半个时辰以后 姜母醒了 气弱油丝 却仍不忘自己的一双儿女 我很遗憾地摇摇头 揣着悲伤 往她胸口疯狂扎刀子 侯爷不肯回来 派去三拨人 接被她赶了出去 如今夜家紧闭大门 下人连她面都见不上了 她说 死不了就别烦她 姜母又在喘粗气 我擒着笑意 假装宽慰道 好在表弟重情重义 为了救孟瑶 亲自去了夜家 势必要叫回侯爷 就回孟瑶的 听到这里 姜母松了口气 带着一脸菜色 缓缓躺在了床上 如此 我便也安心了 却又狠狠瞪了我一眼 大家都在为孟瑶尽心处理 你倒好 窝在院里躲清闲 半点不见你着急 在她又要给我立规矩的时候 身边的嬷嬷 悄悄拉了拉她的衣袖 附在她耳边轻声道 淑小姐的银钱 都是夫人拿出来的 老夫人少说两句 听到我出了钱 自己侄子又在出力 她自以为万无一失 神色便跟着缓了缓 一副安心不少的模样 叫了提神的参汤 气血翻涌的药 配上大补的参汤 不是我要她命 是患有心急的她 自寻死路了 拌炷香以后 管家急匆匆赶来 满脸煞白 见老夫人 一副病歪歪的样子 却又不敢开口 既然是坏消息 当然要砸在姜母脸上了 我忙起身问道 姜伯可是有事要说 如何脸白成了这般 姜母一颗心 顿时提到了嗓子眼里 伸着脖子吼道 有什么便说 吞吞吐吐 你是要急死我吗 管家一吐啄气 大声道 表少爷请不回侯爷 还被叶家家丁打破了头 姜母瞳孔一震 什么 可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我忙追问道 线下如何了 管家头一垂 到豆子般都倒了出来 姬安被打得头破血流 顿时来了脾气 当即对着院内大吼道 你妹妹被汉匪抓走了 你母亲被你气到昏厥 你夫人焦头烂额忙前忙后 你倒好 不管不顾地躲在下唐妇院中 忙着你的风花雪月 你简直枉为人夫 枉为人兄 枉为人子 侯爷气疯了 冲出来就要打表少爷 却终究在众目睽睽之下 没有动手 姜母刚松了一口气 管家就又当头一棒 可侯爷竟叫了关 姜母一听此话 脸一抽搐 瞬间吐出一口血 因为姜孟瑶完了 被汉匪掳走 即便是保住清白 也一样遭了名声 前世我已死相逼 也没有将姜孟瑶 被汉匪掳走的事情 抖搂出来 最终她保住了名声 我却因善妒 强闯叶家逼迫侯爷 落下残害叶锦的污名 被世俗唾骂不止 事后姜孟瑶数落我 又不是我求着你救的 你自己心思歹毒 活该断腿割舌 这一事 没有我小题大做 想必她姜孟瑶 也能自食恶果吧 姜母双目紧闭 呼气如鼓吹 我却知道她仍能听见 事宜 我忙不迭送她残破的身子 一个雪上加霜 侯爷呢 她知晓自己妹妹遇险 一定会马不停蹄去救人吧 如此 妹妹就能得救了 管家失望地摇了摇头 侯爷在叶小姐的眼泪里 根本一个字没信 她说 若是找不到匪徒 便让于大人 以扰乱秩序为由 赏表少爷五十大板 如今 表少爷带着五千两银票 跟着于大人出了城 直往燕荡崖去 而侯爷 依旧陪在叶家小姐身边 说明日便压着府中 掀起风浪的下贱胚子 前去赔罪 我眼下眼底的痛快 于光瞥见 被骂下贱胚子的姜母 攥着紧背的手 抖成了筛子 这就痛不欲生了 可她不知道 距离姜孟瑶被掳走 已经过了一个时辰 前世的此时此刻 我与姜宇周 已经到了燕荡崖底 姜孟瑶刚刚被汉匪 撕去一群 不曾真的施了清白 又因我将消息捂得死死的 也不曾伤他半分名声 可这次 戴继安赶到燕荡崖时 最少半个时辰 届时 姜孟瑶何等惨状 只有姜家人自己消瘦了 这一事 姜孟瑶的毁灭 姜母的痛不欲生 以及姜宇周事后的懊悔 都让满心筹谋 一心要置我于死地的夜景 来承受吧 姜家旁之 果然在听说姜孟瑶出了事后 我一副已经瞒不下的无奈模样 硬挤出几滴眼泪点了点头 都怪我没用 叫不回侯爷 也就不了妹妹 勉为其难 拿了嫁妆里的五千两 让表弟去换人了 众人无疑不知 姜宇周与夜景之间的纠葛 饶是夜景被夫君打坏身子 一封修书扔回了京城 仍是侯爷心尖尖的人 但凡夜景有任何不适 姜宇周便会不顾一切 冲到他身边陪伴 至于我 一介谷女因无人撑腰 被姜家人宣扬为善渡的夫人 早就是京城里的笑话了 见我虽被姜家毁了名声 却在关键时刻 没有落井下石 还有情有意地拿嫁妆 为跋扈的小姑熟身 众人便对我改观不少 尤其是跟只顾儿女情长 连妹妹生死都不管的姜宇周比较 我便更显乖巧懂事了 三婶开始为我排忧解难 无妨姜宇周再是糊涂 也断不可能放下 自己病重的母亲不管 三婶这边派人去叫她回府 姜母都叫不回来的人 又有何人能叫得回来 徒惹江宇周厌烦罢了 可我只顾作为难地 将嘴巴张了张 终究一副只能这样的模样 默许了 直到夜半时分 三婶派去的丫鬟 大伯父派去的管事 都吃了闭门羹 大伯父才气得满目通红 大骂江宇周不孝子 不配为姜家家主 三婶失望地叹息道 早知她如此秉性 当年在圣上面前 举荐席绝之人时 就不该提她的名 而将自己的爵位 拱手相让的大伯父 竟没有反驳 见江宇周快失去 江家人的心了 我一副 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的样子 一边宽慰各位长辈 一边派管家 再次去叫江宇周 从而在江家长辈面前 给江宇周落下致命一击 告诉侯爷 大伯父与三叔三婶都来了 请他务必速速回府 不出所料 江伯凭借江家老管家的面子 还是进了夜家大门 可江宇周被反扰透了 恶狠狠打了江伯板子 将人扔回了江家 江伯在江家服侍三代人 一辈子勤勤恳恳 没有半点不用心 如今年过半百 受如此折辱 已经气不成声 一张老脸躲在担架上 不肯抬起 同去的小丝双目张红 委屈得快哭了 冲众人道 侯爷说他今日便是不回了 谁又能奈他何 侯爷还说 若是老夫人破了一根手指头 他便让夫人断手一环 众人面色一惊 我一副又惊又痛的模样 差点跌坐在了地上 坐着了平日 便是被江宇舟 这般欺辱的可怜模样 孽障 简直是孽障 如此是非不分 如何称得起侯府门眉 江家大伯父摔了茶碗 气到身子都在颤抖 江家三审 扶着摇摇欲坠的我 尽力安慰 别怕 有三审为你主持公道 我捂着帕子 痛心疾首的落泪 却在无人看到的角落 露出冰冷的笑容 让江宇舟身败名裂的计划 终于完成了一半 而另一半 就在江梦瑶身上了 他定然 不会让我失望的吧 我父亲死于暴乱 足中众人捧高踩低 再无人为我撑腰 我在侯府担经节率内外操劳 便是嫁妆 也不知道被吞了多少 到最后 因江宇舟的不爱 所有人都跟着瞎了眼 忘恩负义 落井下石 让我一介孤女 死于荒郊野外无人知 如今 我便要让江宇舟 常唱同样孤立无援 百口莫辩的滋味 让江家人 把我身上得来的富贵荣华和人命 都给我还回来 老夫人醒了 大伯父带来的太医 擦着额头的汗 落下了一句话 众人都狠狠松了一口气 可还不等众人高兴起来 竟然抱着一副血身子 冲回了府 救人 快 快请太医救救孟瑶 汉匪接二连三的欺辱江孟瑶 是到最后 还生生折断了她的三根肋骨 刮花了那张她引以为傲的脸 高门贵女 被踩进烂泥 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如今血肉模糊 仍在昏迷之中的江孟瑶 还不知道带自己醒来 面对的将是何种下场 只见江母撑着身子赶出来 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宝贝女儿 成了这副模样 轰的一声像被雷击中了身子 直挺挺倒下 而我 将衣袖里的救心丸 扔去院中的黑狗碗中 看她一口咽下 才笑出梨窝 千金买来的救心丸 救的只该是有心之人 狼心狗肺 就该死无葬身之地 众人手忙脚乱 被我握住手的江母 尽其多出气少 我忙哭天枪地 送她致命一刀 母亲一定要挺住啊 妹妹还等你为她筹谋呢 她毁了清白与容貌 以后该如何立足 我舍不得她被三尺白铃绞死 更舍不得她被赶去装子了此余生 母亲定要救救妹妹啊 我字字如刀 不出片刻 江母便瞪着双眼咽了气 江母贴身嬷嬷 骤然哭喊道 老夫人 没气了 我第一个扑到江母身上 埋头在她的胸前 笑开了花 江家哭声一片 回来了 哭我手起刀落 将第一个狼心狗肺斩于马下 拿着救命针求取我的是她 在父亲离世以后 翻脸不认人的也是她 便是前世 引导江宇舟对我痛下杀手 占我万贯家财的还是她 她身子不好 晚晚养身子的汤药 都是我亲手熬 亲手喂给她的 我尽心尽力 始终得不到她半分欢心 便是今日江梦瑶要夺我一群 抢我邀请函去青云山祝福会 她也说 福伯的我不配在菩萨跟前露脸 将我禁足后 把本属于我的一切都给了江梦瑶 只可惜 或付相依 江梦瑶代替我成了夜景刀下的冤死鬼 江母在咽气前 我附在她耳边问了最后一句 母亲为何 非要妹妹去礼佛 让她遭此厄运 她便知晓 江梦瑶是为我挡了灾 当即气邪翻勇气死了自己 江家二房老夫人病故 去通知京中各大高门 换江家子前来守孝 大伯父红着眼眶吩咐 侯爷呢 不孝子孙 不配为江济世守孝 三房长子 顶上 三叔家的长子 便代替了江宇舟 成了江家未来的长家人 我一副惶恐至极的模样 抖了抖身子 却在无人瞧见的时候 暗喜于江宇舟 终于要失去江家人给她的一切了 整整一夜 江宇舟都没有回来 江家满堂诉稿 连城外的亲眷都披麻带笑 跪在了灵堂前 迎八方吊宴 可身为江母的亲生子 江宇舟却始终不见踪影 日上三竿 江孟瑶终于醒了 还来不及大哭大闹 便闻得母亲去世的噩耗 虽有继安陪伴与安抚 她仍不顾一切冲来了灵堂 母亲 母亲你为何不理孟瑶啊 母亲 可是一孟瑶给你丢了脸 才气孟瑶而去的 她带着一脸猙獰的伤 哭到歇斯底里 我知 到了该出利剑的时候 忙上前安慰 你不要怨恨你阿兄 你的阿锦姐姐身体不好 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他们轻微竹马的勤奋 去照顾一二也是应该的 要怪就怪那汉匪不得好死 竟这般目无王法 不过 他们已经被于大人抓了 不日便会处以急刑 还妹妹公道了 江孟瑶一脸惊诧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你的意思 阿兄昨夜是陪在了叶锦身边 一直对江宇舟满腔满怨的江家众人 开始七嘴八舌声讨起了江宇舟 若是他肯回来 你母亲何至于被生生气死 连江伯都被他打破了头 挨了板子扔回了府 他还在乎什么 他在乎的是那个狐妹子 人家三言两语地挑拨一下 他便重骂自己母亲 脏了菩萨眼 生生将母亲气到昏厥 既然这个时候也出了声 他目光发狠 咬牙切齿道 我求到他跟前 他仍不愿相信 他以为派于大人跟我同行 根本不是为了救你 他只等着我以扰乱公务的罪名 被打五十大板 时至今日 我才知表哥竟是如此荒唐 孟瑶 他不配为你兄长 江孟瑶身子一晃 眸中涌出滔天的恨意 原来汉匪嘴里二选一的妻子 不是他为了救病重的母亲 才舍弃了我 竟是为了个狐妹子 舍弃了我与母亲两人 江宇舟 叶瑶 你们不得好死 江孟瑶恨到目自欲裂 正在这时 传来了江宇舟的怒吼 孟月华 你疯了不成 江我江家满堂果白 你是在祖宗母亲 还是在祖宗本侯 听到江宇舟在熟悉不过的声音 我恨到双手都不由自主地 在长袖下颤抖 下一瞬 一席悬衣 满面怒容的江宇舟 大步而来 身侧轮椅上 坐着一席白衣 硬衬得整个人 欲加娇弱的夜景 不等迎上去的我开口 江宇舟冰冷的耳光 便落在了我脸上 你竟给母亲办了灵堂 如此诅咒母亲 你好歹毒的心思 众女卷将我围在中间 怒气冲冲地瞪着江宇舟 你愿意花钱月下 雨下做的东西 边缆倒凤叶 不归宿辱墨家风 是你的事 但你若要丢江家的人 现在就滚出去 江家没你这般 不要脸的不孝子孙 江宇舟没想到 一向与二房不慎来往的 大房与三房都会护着我 随即冷笑道 孟家女不缺银钱 向来最会在银钱上收买人心 只是我不知道 大伯母与三婶 竟也是见钱眼开之人 与只演这样的戏 来诅咒母亲 不知大伯父与三叔 被人弹劾的时候 大房与三房 可能承受得住 我那些弟弟妹妹们的 前途婚事 可还有指望 你母亲也不需要 你这样的儿子 让他死后都不得安宁 三婶也附和 你母亲就躺在里面的棺材里 你若不信 自己去看 以为人人都像你一般 如此狼心狗肺 江宇舟面上一致 正要向前一步 却被叶锦叫住 江伯母今日去护国四里佛 是早就定下的日期 又怎会在府中 说着 他轮椅一滚 带着满眼探究来到我身前 月华姐姐 我知你误会了我与阿周 才刻意撑着病身子 来跟你道歉 也怪我身子不中用 承受不住9981针的痛处 才要耗着阿周陪伴鼓励我 如今我身子健好 愿意给你赔个不是 你能看在我诚心诚意的情分上 原谅阿周这一次 结束这场闹剧吗 他双目寒水 楚楚可怜地哀求我 见我被众人围在中间 连一句话都不想回他 他故意转身 拉了拉江宇舟的衣袖 亲密的样子 仿佛他才是江宇舟的妻子 阿周 你快跟月华姐姐道个歉 乖啦 不要生气啦 闹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会成为京城里的笑话的 说着 他还用余光故意挑衅我 换作往日 我定会扑上去给他两剂耳光 大骂他勾引人夫臭不要脸 而后便是江家所有人 跳出来训斥我 责罚我 江宇舟便带着心疼与怜惜 将叶锦护在怀里 送回叶家安服役整日 而我 哭坐祠堂 抄书抄的手都断了 还等不到一口热饭吃 可我重生了 并不在乎江宇舟的情谊 更知叶锦只是秋后蚂蚱 蹦跌不了几次 事宜 对他的挑衅视而不见 倒是大伯母与三婶婶 将其惺惺作态的妾室做派 看了个彻底 顿时愤恨不已 为我出头 被修回娘家的弃妇 还在乎什么脸面 在乎脸面会让一个男子 随意进出归房待一夜 一个残废 当外事都是高看了他 还妄想登堂入室 不够丢人现眼 江宇舟又要发作 却被叶锦拉住了衣袖 阿周不要生气 月华姐姐是对我有怨气的 我无妨 她发泄了怨气 就不会跟你闹了 我原谅他们的不友好 阿周也和我一起 原谅他们好不好 江宇舟满脸寒霜 只在视线落在夜景身上时 乍然柔和 就你最良善 什么样的人都能原谅 孟月华若是有你一半懂事 也不至于闹到如此境地 罢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便不与她计较了 但她胆敢诅咒母亲 便是不笑 我今日不给她教训 便辜负了母亲 这么多年的疼爱与教养 众人脸上的痴笑语不屑 江宇舟看不见 只痴情地看着夜景 露出了宠溺一笑 夜景娇羞一笑 回头便宠我喊道 月华姐姐 阿周都愿意低头了 你可知错 江宇舟冷笑地腻了我一眼 不耐地吩咐道 你跪下道歉 我们便原谅你这一回 众人怒火中烧 就要大骂 我却安抚性拍了拍 大伯母的手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夜景身前 在她含着得逞笑意 等着我道歉的时候 啪啪便是两耳光 然后一脚踹在了轮椅上 阿 夜景惊恐大叫 脸上顿时升起 五个鲜红的手指印 连带着整个人 都在我用尽全力之下 从轮椅上翻滚在了地上 江宇舟慌乱地将人抱起 面对夜景细子寒泪 满脸是血得楚楚可怜样 她咬牙切齿地瞪向我 孟月华 你疯了不成 她怒目圆瞪 仰手要打我 却被我眼急手快 迅速两击耳光打在她脸上 她错愕地看向我 连手都僵在了远处 你打我 不嫌不孝 还无子 我今日便休了你 我直勾勾地瞪着她 藏着滔天恨意咬牙道 用不着你休我 我已经递了河黎叔 自有江家长辈为我做主 你这般只顾风月 致妹妹安慰于不顾 致母亲生死于不顾 满眼只有情爱 与那个见惑的无情无义之辈 是我孟月华不要你 江宇舟瞬间点燃怒火 大声咆哮 诅咒母亲不够 如今连我妹妹也拉扯进来 你还想编什么理由 江孟瑶当真被汉匪掳走 哐当 刚坐在轮椅上的叶瑾 差点跌倒在地 满面惶恐 哦 原来始作俑者也会害怕呀 可这一切 原本不就是她的谋划吗 迎着叶瑾的大惊失色 我勾勾唇脚 回得森然 叶小姐何故如此惶恐 你大概不知道吧 江宇舟陪你一夜不归 连打气波下人之时 她的亲妹妹被汉匪劫走 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如今清白已失 容貌近毁 江家定慧与罪魁祸首不死不休 叶瑾的身子明显在发抖 甚至低着苍白无邪的脸 不敢与人对视 如此反常的神态 众人都看在了眼里 唯有江宇舟 将她颤抖的手握住 柔声安慰道 孟月华的伎俩我最清楚 无非是知道 拿母亲的死骗不过去了 就拿孟瑶的名声 来让你我痛楚 孟瑶不会有事 你更不必如此内疚 待我叫出孟瑶来 她便会被当众打脸 届时 便是她跪着与我道歉 我一定会修了她 侯爷是在找我 人后的江孟瑶 带着一脸伤痕 缓缓走出 猙獰的刀口像蜈蚣一般 爬满她花容月貌的脸 长发披散 幽怨的眼神 戴上纵横交错的疤 恐怖害人 宛若地狱爬出来的恶鬼一般 她步步走近 带着圣人的笑意 每一步都恍若 踩在了江宇舟的心坎上 我的好阿兄啊 你抱得美人归的时候 可曾想过你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正在恶人的摧残下 瑟瑟发抖等你营救 你与她花钱月下 共序前缘的时候 可曾记得你的妹妹 从小到大是如何敬重你 唯你是命 两行青类字眼角滚下 江孟瑶指示着 将在原地的江宇舟 江宇舟满眼不可置信 孟瑶 你怎么也和她一起骗我呢 我知你想要那只玉翅簪 阿兄答应过你 这次给你阿锦姐姐 江宇舟慌乱地伸手 去江孟瑶脸上擦拭 却被江孟瑶狠狠打落 名声 不是你让于大人 带着浩浩荡荡的人马剿匪的吗 我从汉匪身下 不着寸侣被救出来时 数十官兵都见过我赤裸的身子 你觉得我还有名声吗 说着江孟瑶扯开领口 露出满脖子横七竖八的啃咬痕迹 现在你可确信我被汉匪所害了 那么母亲的死呢 江宇舟看到伤痕 顿时一个猎且 就在真相要被揭开时 躲在身后的夜景 骤然哭出了声 月华姐姐 你即便是想叫走侯爷 也不该拿孟瑶妹妹的安危做幌子啊 如今假戏真做 孟瑶以后还如何做人 好一招倒打一耙 江宇舟痴人般的视线 瞬间落在我身上 是你 果真是你 拿母亲的装病叫不回我 就拿妹妹的名声逼我 如今更是假戏真做 妹妹彻底被毁了 你可满意了 说着 她不顾一切冲进灵堂 发了风一般拽下白帆 砸了灵牌 癫狂般大喊大叫 我让你装 我让你装 明知母亲待我兄妹不易 你却诅咒我母亲 明知我与孟瑶手足情深 你竟毁了她 让我痛不欲生 你就该死 该死 她一边说 一边疯狂摔砸 下人不敢拦她 宗族亲人谁向前一步 她便拿瓜果砸谁 江孟瑶哭喊着去阻拦 却被江宇舟一把灰倒在地 你别劝我 我今日便是死 也不会让她好过 她砸得越狠 我越痛快 让江母死都不得安宁 这是她腾入骨血的好儿子 给她的大回报 不知死后的江母 看到如此场景 又是何种感受 直到灵堂再无一物可杂 江宇舟才气喘吁吁 跌落在地 叶瑶藏起忧生的恨意 来到江宇舟身侧 将人揽进怀里安慰 早知月华姐姐恨我至此 不惜毁了孟瑶妹妹也要报复你 我就该死在夫家的 残败之躯 不该连累你的 看她如前是一般 颠倒黑白的精湛演技 我不禁在心里 给她竖了个大拇指 这般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厚脸皮 我即便活了两世 也望尘莫及 就在江宇舟双目冲血 缓缓起身 要向我走来时 我剪了锦衣袖的簪子 这次 是她在众目睽睽之下 要置我于死地 我先废她一只眼睛 也不过分吧 可突然 前厅安顿吊艳宾客的大伯 与三叔冲了进来 一左一右怒气冲冲 一人给了江宇舟一拳 在江宇舟的愤恨里 不顾世俗规矩地 掀开棺材盖子 将江宇舟的头 直接按在了棺材上空 来 你看看 是谁在演戏 又是谁死不瞑目 身边一双儿女一个没有 只有儿媳妇贵陪整夜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撒泼打滚 你算个什么东西 值得族中长辈陪你演戏 江宇舟如遭雷击 正正望着棺材里的人 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 直到她终于伸出颤抖的手 颤颤巍巍 在她母亲惨白的脸上摸了摸 才在摸到了江宇舟的疤痕时 悍然跌坐在地 那是她时调皮学见的时候 一剑削破了江宇半张脸落下的痕迹 便是作假也做不得那般针 怎 怎会 母亲怎会真的病故了 她 她没有骗我 看江宇舟跌落在地 满身惨象 无一人同情她 甚至冷眼旁观 希望她痛死才好 你母亲出自商户 虽目光短浅 唯力是图了些 到底对你疼爱有加 当年明知你安置灾民空有暴富 没有半分余力 便拿救命针抢求了月华入府 拿孟家数万银两 换了赈灾粮 才帮你化险为夷 为顾及你那可怜的自尊 这么多年 她要求我们将你蒙在鼓里 便是月华落下 攀岩富士棒打鸳鸯的骂名 也在她的余威之下 暗吞苦水 不敢多说一句 你倒好 心安理得得了你母亲的照顾 孟家的半富身家的支援 到头来 一颗心却扑在叶家女身上 连你母亲病重也置之不理 你以为叶家女是什么好东西 当初料定你会在 赈灾暗中一败涂地 才马不停蹄 嫁给了万家次子 后见你崛起 她又不甘心屈居人下 便偷偷写信向你诉中常 才会被夫君发现后 打坏身子扔回了京城 此事 整个樊城闹得沸沸扬扬 偏偏你装龙作哑 不肯求个真相 你挨她连她 殊不知你在她眼里 不过是个玩物而已 你要做死 陷下便去死 莫要祸害家人 令宗族蒙羞 大伯父与三叔 对江宇舟失望到底 才毫无保留地 在人前将她骂得一无是处 大伯母也冷吃到 你也不瞧瞧 除了你像臭苍蝇一般 往她身边凑 满京城里还有谁 愿意正眼看她一眼 臭虫一般 烂泥服不上墙 到底不如你父亲万分之一 难怪月华要与你合离 活该 江宇舟面色煞白 神色复杂地看向我 月华 我 这么多年 我对你初心未改 始终如一 我知月华姐姐恨我 才将伯母的病故 和妹妹的遇险 都怪罪在了我的身上 她是侯府主母 有侯府所有人撑妖 也是应该的 不像我 烂了名声坏了身子的弃子而已 除了阿周你的庇佑 谁还愿意正眼看我一眼 我这样的人 就该烂在泥里 死无葬身之地 叶瑾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从前腾塌护她的江宇舟 却像看陌生人一般 定定地看着她 大伯父连侯爷的爵位 都肯给我 而不是自己的儿子 他如何会骗我 叶瑾身子一震 门外恰好传来惊呼声 于大人送来消息 汉匪松了口 他们并非厌荡牙的汉匪 而是收了 急匆匆赶来的下人 目光在叶瑾身上一探 在叶瑾身子 忍不住一缩时 置地有声 他们收了叶家小姐的银钱 只在将夫人掳走 使其在侯爷的二选一礼 被舍弃以后 绝望地被凌辱殆尽 继而扔回侯府 声名尽毁 不善而亡 而这一切 都有叶家的护卫供辞作证 江宇州猛地看向叶瑾 叶瑾吓得尽了声 只不断惶恐摇头 整个人甚至因为太过害怕 想要逃走 却被江家人堵在了门口 前世 因我先生叶府 叶瑾便知 被汉匪抓走的人不是我 而我不惜以死相逼 让他确定了 被抓走的 只会是及江家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江梦瑶 江梦瑶与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女不同 他若折在了汉匪手中 江家定会不依不饶 为给江梦瑶讨回公道追究到底 而叶瑾 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事已 他故作难过地 将江宇州推了出来 还命府中护卫 护送江宇州前去 而也恰恰是 那名与汉匪勾搭过的护卫 只一开口 便使其收了江宇州的钱 立马放人 江梦瑶将得救的恩情 放在了叶瑾和那名护卫身上 对我唯有同仇抵抗的恨意 甚至骂我 星星座太邪恩图报真恶心 所以 这一事 我不要恩情了 只要血债血偿 在于大人带兵剿匪时 我便命人悄悄将消息递给了于大人 汉匪被抓时并未宣扬 一夜言行逼供下 真相便浮出了水面 当叶瑶跟着江宇州来了侯府 一吐在我的惨状里逼死我的时候 他的护卫已经被捉拿下狱了 江宇州在我面前发疯发狂的时候 护卫已经在言行拷打下 尽数交代 如今罪证确凿 等待夜景的只会是万劫不复 阿锦姐姐 没想到 竟然是你 江梦瑶摇摇晃晃 从人后走出 你身子坏了 阿兄疼你 我便也疼你 不惜从孟月华那里拿个数千两银子 为你请人治病 可到头来 我却毁在了你的手上 你可真高明 我直到方才 还在怀疑孟月华 让我与阿兄 都能成为你手中玩弄之物 你可真厉害 可凭什么呀 你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 竟在翻云覆雨之间 让我将家家破人亡 听说你的腿积作业已经治好了 可这轮椅 是我花了上千两银子 专门为你买来的 扔了多可惜呀 我便帮帮你 让你们永不分开 话音落下 江梦瑶的簪子 便落在了无路可退的夜景后腰上 一下一下又一下 在夜景的惊恐大叫里 江梦瑶被先卸见了满脸 在场所有人都看呆了 江梦瑶被拉开时 夜景整个后背以血肉模糊 腰间密密麻麻 全是簪子扎过的大洞 大伯母略懂医术 只先开夜景的后背一看 便倒吸一口凉气 这筋骨源是没有问题的 他竟是在装残 这一刻 江宇舟像被雷劈了一样 抬眸看向了我 我曾不止一次指着夜景与他说过 若他真的伤了筋骨 该求的是德高望重的太医医治 而不是我的夫君江宇舟的陪伴 他为何不敢求太医 不过是装的病 瞒不过太医的火眼金睛 可江宇舟在夜景拽着他衣袖 柔弱落泪时 冷脸训斥我毫无怜悯之心 连夜景的伤痛都可以泼脏水 任意污蔑 他在细心照顾夜景的过程中 对我越来越冷落 便是在街上偶遇他与夜景吃茶 他也会在夜景惶恐道歉时 骂我没完没了吃飞醋 简直无可救药 我早已死了心 却知晓世道与孤女艰难 无足中长辈出头 我求不来和黎叔 可若被休弃 我的嫁妆便都成为江家的囊中之物 为守着父亲家夜 给既家商行众人一口饭吃 我已不求情爱 却不想 急着纠战雀巢的夜景 竟要我身败名裂 最后取而代之 虽前是被汉匪抓走的是江梦瑶 可夜景依然装作 因我扰乱他的心神 让他的治疗半途而废 才落下了终身残疾 更是在我经受八面围剿之时 假装绝望跳河 借江家人的手彻底将我除掉 我的嫁妆归了江家 江家众人笑作一团 只江宇舟因痛失所爱 颓唐到了无声去 就在江家所有人 对江宇舟的颓唐束手无策的时候 夜景便趁势归来 直言自己遇到世外高人 不仅捡回一条命 还双腿得了救治 已与常人无益 能解江宇舟心急 就算是下唐妇 江母也还是接纳了 在所有人的祝福声中 他们喜结莲礼 儿女成群 花着我的嫁妆幸福度过余生 可我 凭什么成为他们和家团圆 幸福圆满里的垫脚石 下一瞬 大伯母不屑地择出了声 可惜了 如今倒真是被孟瑶伤到了筋脉 神仙难医治 只能一辈子坐轮椅了 大伯母话音落下 夜景便大叫着哭晕了过去 她以为至少能逃过一劫 可她到底低估了江宇舟的疯狂 我只一句 装晕没有用 欠母亲与孟瑶的 你都得还 江宇舟冰冷的双手 就盼上了夜景的脖子 竟而是密集如雨点般的拳打脚踢 饶是无数人前去香拉 仍挡不住夜景 在一次重过一次的殴打里 大口大口吐血 甚至连囚牢的机会都没有 便宛若死狗一般 浑身是血彻底昏死了过去 江宇舟浑身站立 连声音都在不自觉地颤抖 将这个害死我母亲 祸害我妹妹的贱人 托去于大人跟前 任其重刑处置 谋财害命的罪名落下 夜景即便有心相护 为了家族名声与高官之位 也要避嫌 等待夜景的 只会是或流放 或斩首的处罚 可我不会让他 这么轻易地死去 我会不遗余力 为他图谋个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下场 可还不够 我将视线挪到了江孟瑶身上 带着哭腔劝道 你阿兄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怪他了 可好 我不说还好 一说江孟瑶 便像被戳中泪点一般 虽癫狂地笑着 却满脸都是泪 拿衣袖随意擦了擦 却呼得满脸血污 原谅 安哥哥 他陪我原谅吗 基安头上的伤 还在隐隐作痛 姑母的灵堂 也被江宇舟砸得稀烂 他恨得咬牙切齿 他连做人都不配 如何配得上你的原谅 江孟瑶在江宇舟的 苍白颤抖里 露出一副你看 是个人都明白的表情 遗憾地瘫了瘫手 然后满目深情望向基安 安哥哥 你不会再娶我了吧 江家家败 我江孟瑶也声名狼藉 没了清白之身 单单这张脸 也足够惹人厌恶的 我配不上你了 对吗 基安虽是江孟瑶青梅竹马 疼爱江孟瑶不是假的 可如今 却如江孟瑶所说 他既家也是体面的人家 断不会娶一个回了名声 丢了清白的女子为夫人 便是再大的情义 也终究抵不过世俗 前世 我为保他名声 最后成了大惊小怪 害得他的阿景姐姐回了余生 甚至在江宇舟打断我一条腿时 他在一旁不遗余力的山 就该打断他两条腿 让他知道 阿景姐姐到底有多不容易 常常旁人的苦楚 也学学如何做个良善之人 前世 我的救命之恩 换来了断骨鸽舌的抱负 这一世 我便一拖再拖 故意在下人的三催四情里 在江宇舟的末世里 耗尽他安然得救的希望 然后暗示意气用事的基安 去找江宇舟 在他的沉不住气的怒火里 让江孟瑶声名尽毁 看看他江孟瑶 是否像他说的那般 会选择大度地去原谅 前世 我被叶锦挤兑到毫无招架之力 他在一旁拍掌看戏 你要有容忍之度 如何会让阿兄如此厌弃你 我若是你就主动让出正妻之位 毕竟阿景姐姐已经够可怜了 你只是失去了一个夫人的位置 他可是一无所有 原来 伤痛真正落在了他的身上 他也会发疯发狂 甚至也会歇斯底里去报复 不甘心地奢望一个好结果 基安淡淡垂下了毛子 满脸痛楚 却不敢给江孟瑶回答 阿瑶 如今你身子要紧 其他的事情往后再说 就是这逼之不及的态度 深深刺痛了江孟瑶骄傲的心 他大哭大笑 望向痛不欲生的江宇舟 侯爷 如今你可满意了 你气死了母亲 也毁了我 在江宇舟寒痛抬眸看他的瞬间 那根扎坏了叶锦的簪子 瞬间便刺进了江孟瑶的咽喉 血渐三尺 他含着不甘的冷笑 倒在了他母亲的灵堂之上 不 江宇舟嘶吼 响彻整个侯府 江家一夜之间 家破人亡 江孟瑶虽侥幸捡回一条命 安那日 江家大伯父给了我和黎叔 大伯母拍了拍我的手 同为女子 他怜悯我沦为气聚的遭遇 红着眼睛安慰我 孩子 委屈你了 是江家不该拿侯府的救命之恩束缚你 也是我们眼盲心虾 辜负了你 江府之外 天高海阔 你该忘了其中的局宇 自由翱翔在天地之间 我收起他的善意 带着我的嫁妆头也不悔地 踏出了侯府大门 月华 江宇舟沙哑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从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 委屈了你 你可愿留在江家 虽无侯爵之位 但我定会不遗余力对你好 信我一次可好 我翻了得白眼 头也不回得走了 我会信朱尚树 都不会信一个浪子的回头 他若一浪到底 我倒高看他一眼 如今半路回头 才真是恶心至极 我在城南买了大院子 经营着孟家的家业 奴仆成群 锦衣玉食 而这一切 都是我不步为营图谋来的 若非江家人 接在江母的死里 看透了江宇舟的博良与疯狂 单单这一纸和黎叔 便会将我余生困死在江家 我如今重见天日 不是他江宇舟的手下留情 而是我足够心狠手辣 谋划的面面俱倒 可还不够 我刻意散播出的消息里 江宇舟偷走了他母亲的 旧心药给叶瑾服用 才导致他母亲病发时 无药可用 骤然离世 江家众人对江宇舟失望透顶 大伯父更是跪在狱前亲自上见 斥责了江宇舟的不仁不孝 无情无义 恳求圣上收回了侯爵之位 并将其赶出了侯府 江宇舟带着毁的声音容貌 也没了清白的妹妹 二人住进了江伯给的小院里 靠卖字画为生 他与蒙着面蒂江梦瑶 在大街上摆摊子的时候 与我偶遇过 我锦衣华服地坐在高高的轿子上 与行销鼓励宛若乞乞丐的二人 对上了视线 二人面色一喜 以为我念着就是情义 也会支援一二 可我花毛挪开了视线 丫鬟大喝道 没长眼吗 什么烟炸东西 都敢拿情义来讨饭吃 也不怕脏了小姐的眼 说着狠狠瞪了那兄妹二人一眼 在他们无地自容道 恨不能钻到地底下时 脆了一口 什么叫花子兄妹 无德无行人人厌弃 竟还想学人打秋风 也不看看自己有脸没脸 什么是对一身傲骨的人 抓心脑干的折辱呢 便是从前他们轻视的 看不起的 贬低过的人 凌驾在他们的头上 以高高在上的姿势 踩断他们的脊梁 让他们永远直不起身来 往后余生 这样的折辱 不仅我会给他们 荆中权贵掌心掌眼的都会 而江梦瑶原谅不了江宇舟 若不是江宇舟的末世 和识人不清 江家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 他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既然另取他人 在既家对江家的愤恨里 并未对江梦瑶施以援手 甚至家人在怀时 他与江梦瑶擦肩而过时 还生怕江梦瑶因爱生恨 伤害了他的心腹 战战兢兢将人紧紧护在身侧 江梦瑶恨 日日夜夜地恨 恨到当掉了唯一的镯子 为叶锦买了人质的下场 而江宇舟 他也没有放过 在一个大风之夜 江梦瑶愤然点火 要在了无声距离 与江宇舟结束这不堪的一生 可很遗憾 二人被烧得面目全非 却还是被我刻意救了下来 想死 我偏要他们痛不欲生 带着累累伤痕 如乞丐一般 狗言惨喘到老 后来 我在岭南的一个小镇上 遇到过叶锦 他四肢禁尸 壮若牲口 被关在笼中 与狗制抢时 我叫他时 他恍若未闻 只顾着从猪嘴里 多抢一口干水吃 我不计较真假 他不好过 便就够了 而我 带着孟家家夜 一路经商 难来北往 正迎前无数 只是夜深人静之时 心中总有一团火 我看不见 摸不着 却将我灼烧得寝食难安 嘴角一弯 朝我举杯 你我同处而来 有钱有权 就该拽着先机干票打的 要不要 封侯拜相 为后院不甘的女子 撑出一片天 大火蓬勃而出 巨大的希望 在我眼底点亮 要 全文完